這件事情其實是 當然大概都對它有些激進的影響 但是我們比較希望說 我們先從了解它是什麼 很基礎的了解它是什麼 它對平安民主政治的影響會是什麼 然後以及呢 在現在這個視覺化的時代 或者網路的時代 我們可能還可以進一步的去 透過每個人的努力啦 查閱啦 去了解 更完整的了解黨產 然後黨產的知識 就不會是屬於少數人的知識 專家學有的知識 而是公民可以共同一起來參考了解 所以 這個事也是我們今天辦這個活動的目的 然後 在採取立場之前 可能我們要先理解它是什麼 我們再來表達我們的憤怒 或者表達我們的不滿 或者 或者是 所以今天 在談這件事情 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要open UOS 因為我相信在 很多新一代的人 其實他不知道 什麼是黨產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也影響不到 所以會有世代之間支持他們的差距 所以透過這個事情 可以讓我們更了解 台灣民主政治裡面 他可能會遇到的阻礙 黨產可能就是其中一個 那我先介紹今天的兩位 與台人 第一位是羅晨忠老師 請大家熱烈掌聲 謝謝 他 他寫了不少書 然後 也做了很多 他當然也是 他也寫了一本 黨產 2014的時候 2012的時候 2012的時候 寫了一個 關於黨產的資料 那 接下來就最近在網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 一位 就是 公民記者 林維俊先生 在這邊 大家熱烈掌聲 謝謝 他還在討論 他的 那 講他是 如果說 大家知道的話 他從 他就是 非常激烈的產生 然後到 臥草 他也是公民記者 所以 他有時候 臥草跟蘋果合作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他 寫了報導和文章 然後 後來離開 他就變成一個 不利的公民記者 那同時 他也跟 G201 有合作 就是 關於 一些 資訊不明化的 過分Data 過分高分Data的東西 所以 他也可以帶給我們 新的一種 新世代 怎麼去看待 這些資料的問題 所以 可以給我們一些 新的一些想法 謝謝 那 有啊 有啊 沒有啊 你還知道介紹嗎 電信狂 然後 再周 他 是 你不這樣而已喔 不然你是 然後 國民談人就要倒了 我想的話 畏畏說說不行啦 再給你一個機會 再跟你搶一次 好好地表態 我還沒有介紹 欸 就是畢姓黃 然後現在是 學生 然後 興趣的話 就是 歷史 然後現在 在整個張志工 然後 主張的話 是 國民黨 一定要倒 然後 好啦好啦 來來來來 大家熱烈掌聲喔 我們會把它派到那個 南部的疾病側藝 給那個新衣 好好喬一下 那我們那講話 不會開來就不會 好 那我們就 熱烈掌聲歡迎 他們兩位 好那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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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尹昌 那 今天其實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 就是 開過場以後 太無聊跑去挖當產的一些故事 那其實也不只挖當產 還挖了一些 類型種種的 像是蝴聖文他的 財產生報這樣 對 不用管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只有軟體工作者 然後也是公平記者 之前其實工作是軟體業 然後 之後來到臥草去 因為臥草實在缺人 然後就去當記者 然後現在離職了以後 覺得有些東西還是繼續挖出來 所以就去當公平記者 那 那 首先呢 今天這一獎其實是一個前六八九的告白 是我 我第一次投票投給馬英九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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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給他 以後 這幾年過得不是非常的好 哈哈 然後 所以 那個時候其實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 擋產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嗎 看到很多人就聽到我 他喊著說要追擋產 我覺得 那他就有財產啊 你是要怎樣 真的那麼嚴重嗎 那 直到有一天 就是我在PVP上面 看到我一個人 那我一個乖 有沒有天啊 七公司幾乎都要取你 叫西餐的八卦 然後 這一邊裡面有人就貼了一張圖 這張圖是從一個地方挖下來 是國民黨的黨一事業下下 事業藍表 然後看了這張圖我才突然發現 為什麼國民黨底下可以有這麼多的投資事業 然後我就覺得 應該要開始來挖這個東西 然後 我才發現原來黨產是真的存在的 而且 數量還真的不少 那 後來大家也都知道 有一個組織叫臨時政府 然後他們做open data 那他們開始的時候 其實如果進去幫忙過 那 有人就挖了一些政府的資料 然後就做了這樣 那種 2013年前三大政黨資產 比較有標準 然後就國民黨 就有268億 然後 國民黨只有4億多而已 然後就有人就做了這張圖 所以這是一個好 這是一個金手指的概念 可惡炒作 擋不倒的國民黨 對然後 在722號的時候 前建委黃雄他不知道開這個記者會 因為他說 接下來好像有沒有人會接受黨產 大家不知道國民黨提的那一票 好像都國民黨背景 那一票監委都國民黨背景 所以他擔心沒有人會接受 所以他就自己開這個記者會宣布解案這樣子 然後 他就自己宣布解案 然後對外說明既期成果 那其實他 他是明天說得很清楚 就是他這是一個 調查報告 然後我就想說 欸既然是調查報告 我記得監察院會公布嗎 可是我到監察院找報告以後呢 他我在這邊搜尋黨產兩個字 直接檔產 然後結果卻發現 這兩個都不是檔產調查報告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事情 然後 網路上的官方資料其實也很少 所以 你能拉到的幾乎都是民間自己整理的 然後官方 通常我們會認為官方的數據是比較有權位 但是卻找不到 所以 就跑去GDB求助 然後 開了一個可民家的國民黨 檔產調查報告 這個在GDB的headpad上面 然後 結果很多人熱心啊 加了很多 然後 然後 糟糕 糟糕 失説話音 啊 那是其他人 那是其他人 然後 可以看到裡面有很多新聞啊 然後 底下其實就是只有人聯繫 那 所以呢 後來我還看到另外一個東西叫 國民黨取之國家資產的土地清湊 那這個東西是放在台灣福格這個網站 然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裡面寫一寫這個樣子 看起來還蠻整齊的 可是後面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完全不知道哪個數字是哪個欄位 然後我曾經 嘗試要把它整理成表格 結果爛掉 因為那個欄位完全都沒有辦法對齊 我就不知道 沒有辦法知道說這個數字 到底是金額還是單價還是地號還是什麼 然後 所以 還是得想辦法找出原始資料 然後 因為它一開始其實有寫錯呢 這個東西其實公佈在國國財產局 然後我就去找這個網頁 那 我找到其實我是在 網路上其實有一些網站 它定期備份整個網路上面的網站 那這個是它在 2007年的10月24號備份下來的 那個時候真的有一個國民黨的 檔產調查畫法 但是它沒有配份PDF 所以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抓下來 那後來 就被拿掉了 那拿掉的原因眾說紛云 那後面 我稍微再提一下 那 確實存在那些被移除 然後 只好殺去鍋 採產處 直接問他說 我是不是可以要 所以我就填這個單子 這單子直接去申請說 我要調閱這個檔案 然後 他們就跟我講說 這個檔案好像以前是公開過的 但是後來被 不知道是被監察院糾正還是被立法院糾正 然後就被撤下來 然後 原因是因為 不能把一個社團法人的東西 直接這樣子赤裸裸空開來 所以 就被拿下來 那這個 不確定是監察院 有個確定是不是立法院黨團的決定 所以 就 這樣子 那後來也順便去監察院找當場報告 然後 就遇到一個老先生 他正在生疏 哈哈哈 然後 那個監察院的工人 就跟我說 那個老先生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有時候 講話講 激動起來 他身上那個國旗 好像變成武器 然後 就 填了調查報告 然後 就順便帶一些 政治先進的東西回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都很多 那時候我去調的是政黨的政治先進就是 就是 一般來說有 有調個人 但是沒有在調政黨 所以我就調一些這樣子 然後 過去呢 其實就有收到副本 就是 過財產署跟我說 欸 在指定的時間我就可以過去拿這個副本 然後 就 拿到了一份 然後就把它掃掉 然後放到房子上這樣子 那裡面大概是像是這樣子 然後我拿到兩個版本 那個版本是碰過一些關係 拿到2013 就是今年的版本 它一個是拿到96年 96年 對 對 差不多是96年的版本 95年 一過95年的版本 然後 這兩個版本裡面數字有一些差距 但是不變的就是裡面其實有很多土地都已經寫 移轉第三任 那移轉第三任是什麼意思呢 究竟是賣多少錢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大問題 目前還沒有查出來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移轉第三任的部分 然後還有 後期所有全一半就是被國家收取 這樣子 然後 我要非常感謝陳梅惠 因為他幫我把這個東西呢 用KID 他一個比對 用肉眼比對 然後打字 打成這個 這個檔案 2006年版 然後 底下其實有很多分頁 大概 十幾個分頁 對 然後他現在出來仔細 大家給他鼓掌聲 那個 剛剛那一位小姐能不能站起來一下 接受大家的刺意嗎 來來來來 你知道 不是 你接著大家的刺意要把臉遮起來 這樣就沒有意義 你再站起來一下 好 來來來來 好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然後 其實私下已經有人想到把它弄成就是像這樣 但我們還不知道怎麼樣把它呈現 這是在台北中華電信學院後面的一塊地 然後 這其實是好幾塊土地組合起來的一塊 然後 然後 黃光雄記者投一片也透過關係拿到了 然後 也一樣有在那個Headpad上面 然後 在G201 summit的時候呢 我當主持人剛剛有提到了 劉偉誠的研究 然後他就提到 提到了 他之前寫的一篇文 那叫黨民事業值多少 然後 他裡面其實有一個網頁 這個網頁其實還蠻漂亮的 等一下 要不然有沒有機會 我給大家看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管 國民黨黨產的就是徐立德 在中間 然後他有幾個 民間的友人非常好 像什麼 何壽川啊 有豐富的何壽川 然後 下面其實還有一個 呃 徐旭東的樣子 對 然後 蔡什麼的 就是正常關係都很好 那其實他就有寫啊 從此 我們看到核心人物是 徐立德 陳國平 黃 張榮 薛立妍 他們代表國民黨出任 許多黨民事業的 董先生 然後 擔任少數的是 呂 呂青 方公版 然後 和黨民事業共同投資的 友好人員是 徐旭東 河壽川 秋純之 高玉仁 原諒 高玉仁就 朱立倫的 岳父嘛 然後 就是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他另外做出來的 重要性的分析 然後 X軸是連接數 就是連接越多 Y軸是 近距中間值 所以 這個徐立德是 佔最重要的 徐立德 然後 其他的就 比較還好 然後 然後 我記得 劉偉誠 做了這個東西 做了很久 然後 用Pyzer算了一陣子 然後最近還在 把他 嘗試API化 然後重新接上網站 然後 請他也給他點掌聲 謝謝 好 先不要這樣 不要 坐下嘛 站起來 我再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看的這些東西 都是他 如果要抓的話 你抓他 對 開玩笑了 大家再給他熱烈的掌聲 謝謝 然後在九頭一大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推過 你擋不倒 他們不會好 然後還有人 就是 那怎麼樣影響非網路族群呢 那有人去做貼紙啊 票投我就是支持嘛 我覺得 可是這東西其實是產色的 然後 你要做成貼紙一定也要滿貴的 所以我想說 應該也要想辦法做黑白傳單 所以就 請了朋友 製作了像這樣的一個傳單 然後 下面是 11、29要讓我們一起去投國民黨 那未來也許改一下 那應該可以用在未來很多計測場 你能不能跟我們介紹一下 上面的那些資訊 在講什麼 上面的資訊其實就是 根據政府的資料 國民黨當產很多 然後有268億 然後裡面有87%是事業投資 事業投資的部分是 台灣其他政黨都不會有的部分 那 因為這些事業投資 它其實很多 包含銀行 包含水電 包含通訊 我們在這裡先停一下 不是同學 大家可能可以想一下是說 政黨可不可以經營事業 政黨可不可以經營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政黨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投資事業 做土地的做銀行做什麼 會不會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利益迴避的問題 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樣才可以慢慢討論 為什麼要往下的問題 那 我後面其實有寫說 也就是說 你在繳房彈 你在繳寡司費 繳電話費 或者甚至交你的咖啡的時候 或手機費 事實上很可能都在替國民黨賺錢 所以 就算 你沒有加入國民黨 你也間接的支持了他 你知道嗎 所以 希望這可能有造成一些影響 那 最後 講一點結論 其實我做的東西不多 我就是上網找資料 然後 拉下來寫故事 然後讓很多人注意到 然後 如果 上網找不到資料 我想 想辦法就 實體接觸一下 時間比較多 就打電話或殺去現場 什麼的 然後 再把資料丟到網路上 如果未來有人搜尋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用 比如 再跟我一樣 跑到現場 那 最後 最大心的 其實還是跟我請教 就是 如果現在不做 以後恐怕就沒有人會做 那 也希望 如果 未來你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發現沒有人做的時候 你們可以想一下這句話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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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囉 這樣可以嗎 有 有 我覺得那個南北的溫差真的很大 今天是禮拜五嘛對不對 我禮拜三晚上上課的時候 我那一班的課 陰到四十名同學 十到兩位同學 因為 晚上是進修部的同學 大家都翹課 翹得好厲害 然後呢 沒想到今天來這邊以後 這陰到我不知道多少人 怎麼死到那麼多幾個人 我 不用清查人數了 這真的是 真的難免溫差很大 OK 好的 我是輔大畢業的 嗨 嗨 嗨 輔大博士班 OK 所以我是輔大的廚伯 好 那 在談這個題目之前 大概我以前有一個知性是說 我是1973年生 1973年生 我那時候想說 在我之後 我是最後一個當產研究的法學者 我敢這樣說 為什麼說呢 前面很多人 我背得出來是哪些老師在做這個題目 我說法學界 在我之後呢 我看不到有人 真的去 又從一個法學者角度去談這個問題 我希望說 剛好今天在做的 有很多也是我們這一行的 我這一句話 我想說從今就打破了 我想去做其他議題人 這個題目就交給你們了 OK嗎 這個題目就交給你們了 所以 我比著這樣一個傳承的心情 大概把我所知所學跟各位講一下 OK 好 那我今天準備了一個簡單的PVT 我想很快的 欸 我們這是可以用嗎 OK 好 謝謝 我想很快的 把中間一點報告一下 還有那個 像剛才我們的那個 宇昌兄 他其實整理了很多資料 對不起 那個Excel檔我都有 其實你們不用那麼辛苦的打 我都有Excel檔 好 那為什麼齁 這個是我在12月3號 在自由廣告寫的一篇文章 今天幾號 5號 5號 那兩天前還是很新鮮的嘛 大概是他500多次 所以賺了新台500塊的稿費 當然 我的目的不是賺稿費 其實我這兩三年來 大概在報紙上寫了快二十幾天 關於答產的題目的文章 那其實我的目的是什麼 真的是為了那一次一塊的稿費 其實我是為了讓這個題目保溫 什麼叫保溫呢 其實齁 很不科技的講 政黨在談答產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靠選舉的時候 他就會被講說 你是為了選舉 為了對立 但是呢 平常不選舉的時候 你又不講這個東西 那其實很讓人家看不起 所以呢 其實我特別選在說呢 當選完大家都不再談 當產問題的時候 我這兩三年就一直寫一直寫 關於答產的問題 讓他保溫 所以呢 當我今天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指著我說 你怎麼這個時候談 那剛才那個清凱老師有介紹到說 選前那個禮拜 是不是有一個單位出來 有一個單位起來做黨產的題目 有沒有 記不記得有看報紙 發表一個黨產的影片 做了一個叫做 號稱是那個黨產公民教材 專門給高中生看的黨產教材 那個影片是我請人拍的 記者會是我在背後辦的 雖然呢 我不在目前 但是我在幕後 剛才那個雅大哥 沒有看到齁 沒有看到我在幕後 OK 所以基本上呢 大概這兩三年呢 有一些黨產的活動 某些程度是我在幕後做的 好 那為什麼做這個東西 我真的會跟各位講 所以這是我的影片文章 在國民黨馬英九主席下台之後呢 還是希望說他把黨產規定的這個東西 去處理一下 好 這個網站 其實剛才那個 余昌兄我提到說 網路上的資料 如果說 各位可以找一下說 網路上有一個東西叫做 黨產規定聯盟 這個網站也是我做的 那為什麼我可以做這個網站 其實 這有一段應援氣會 接著剛才余昌兄講的說 網路上是不是曾經有一個 網站叫做 國民黨不當網站 後來呢 就不見了嘛 不好意思啦 資料都在這邊了 都被我移過來了 為什麼齁 因為有一個人齁 在2008年 5月19號 晚上 就在這邊抓這個資料 抓 copy copy copy到快快 結束的時候 那個網站突然不見 我還記得晚上七點多 我還記得齁 晚上七點多 所以大概 把那個網站的資料 百分之九十就了下來 然後那個人呢 覺得說呢 這樣那麼重要的歷史資料 而且那個資料 是納稅人錢花的去做的喔 那個是公務員先查出來的喔 不是什麼一般人做的喔 那是公務資料喔 所以呢 這個人呢 就很大諸大諸 就非常的不知道在幹嘛 就把這些資料搬到這邊放下來 所以 當初行政院 你在網路上找不到官房 網路上的資料沒關係 去這邊啦 OK 裡面有幾個小單元齁 包括像裡面寫的那個 這邊有點模糊啦齁 沒關係 第二個寫到行政院 黨產專案對不對 這個就是呢 在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所清查的成果 重點是 他是用公務員的力量去清查 所以他的正確度呢 其實會比外面的一般的資料還來得精準 OK齁 所以說大概有這個網站存在 那為什麼那個人 那個 我怎麼知道那個人那麼清楚呢 那就是我吧 OK 那就是我啊 博貝實相 我就把它做起來了 好 然後 不只是做起來呢 我又新加了很多功能 當初那個行政院做的網站 其實你跑出單位了 那個單位齁 雖然是掛著叫做那個 財政部對不對 財政部那個國有財產局 但是其實他是研討會管的 因為網站是研討會管的 然後所以那些很妙齁 我們政權交替是520對不對 他519就拿下來 這代表什麼 開城門迎馬皇嘛 OK嗎 可以嗎 那時候公務員就趕快把它拿掉 所以是那個時點 我非常確定 OK 這個時候我是 在網站上抓資料之後 見證那段歷史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當初的資料在這一邊 如果各位有興趣知道 大概到 清理查到2008年5月之前的一些 官方的資料的話 這一篇都找得到 那裡面的包山包海應有進有 當然我這幾年還有更新新的東西 如果說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進去看看 那這邊我就不介紹了 好 不好意思 讓各位看到這一張 什麼是狼產 一句話來講 他是 一個癌症 不要以為台灣民族很健康 這邊有高中生 不要相信你的課本 你的課本來自於課綱 你以為你課包裡面什麼都有嗎 你課包裡面就沒寫檔產這一段嘛 對不對 那檔產剛該題呢 這個我們當然可以講 所以呢 很高興有高中生的同學今天來 這個 我們在大學 被反洗腦是大一啦 有幸被反洗腦 剛好 我大一的憲法的老師 行政法的老師 叫做徐中立 就很容易被反洗腦啦 OK 所以說 然後又去跑去上理容器老師的課 就被反洗腦了 但是 很多人 如果說你大一的老師 是其他人的話 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說 我也很有幸 很早就被反洗了 那現在有高中生來 就更不錯啦 就是說 課本的東西真的拿來考試就好 OK 就跟你的歷史一樣 歷史一樣 OK 所以呢 黨產則是一個大概 到台灣的正常高中生 如果說你沒有出來跑的話 你就觀看課本的話 你還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它重不重要呢 我們繼續看一下 這個是 我寫的書啦 其實大概 其實一半部分都是超前輩的書 這個是下一本 我在2011年選前的時候 所出的叫做 黨產解密 OK 出了這本書 專門討黨產的 那這個裡面一些細部的數字 我們就不講了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寫在2011年 因為很簡單 黨產它其實跟疾病一樣 跟細菌一樣 它有潛伏期跟爆發期 在沒有選舉的時候 黨產是潛伏起來的 你看不到它的感受 但是呢 當選舉的時候的話呢 黨產就會出現 所以說我們看第三點就好了 其實那個時候的話呢 當我們看2001年的 國民黨的一些支出的時候 選舉年的時候的話呢 它的辦公經費就暴增水有欲多 OK嗎 錢就湧出來了 這個數字我們就不用多記了 好 我們看右邊的圖就好了 各位 全局比賽會分量幾嗎 對不對 但是呢 在台灣的選舉的話呢 我們沒有再分量幾 所以剛才呢 有一張圖很有趣嘛 268比4對不對 比1的東西對不對 大概是這一張再誇大一點 我們的選舉是這樣的一個 懸殊賽比數喔 雖然看似是一個 我同樣給你一個拳套 同樣是一個競爭舞台 同樣的拳擊規則 但是size不一樣 所以呢 能夠贏是奇蹟 輸的 打輸的 那是理所當然的嘛 OK 所以呢 這是我們台灣的一個選舉的狀況 從財務上來看 所以呢 它是一個超重量級 對語量級選手的極端差距 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得更大 那為什麼它那麼胖呢 因為很簡單 這個就是一些歷史的東西了 它以前呢 來源不正當 而且呢 它後面呢 又慢慢的去衍生了一些 黨政商的複合體 變成一個大怪獸 這個大怪獸 不只有不動產很多而已 像剛才我們提到的 黃黃兄間尾 他專攻不動產 但是呢 如果說你在談黨產議題 你專攻不動產的話 你就失焦了 因為呢 前輩的那本書 專門在談股市那一塊 談得非常的細 我去比了一下 股市的那個收益 其實有時候還比不動產的大 所以說算起來的話呢 其實這隻怪獸 你真的是很難描述他 很多記者問我說 我常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記者問我 國民黨有多少錢 其實那個答案是問號 因為如果說呢 我就跟那個記者說 如果有任何人 膽敢跟你說一個句子數字的話 他一定不專精 一定要給你一個問號 他就說為什麼 我說很簡單 黨產呢 他有最狹義的 叫做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那個黨產是公開的嘛 OK 多少錢就多少錢 268億就268億嘛 好啦 問題是只有這樣而已嗎 不是嘛 對不對 他有很多的兄弟姊妹 在法律上呢 都不是掛在同一個法人之下 但是呢 選舉的時候都變好朋友了 以我們這個地方為中心 那邊有一個神秘的建築物 叫做婦聯會 成功高中旁邊 知道嗎 知道 這什麼東西啊 搞不清楚吧 對不對 對啊 還有呢 這附近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叫做救國團 對不對 救國團又是什麼來的呢 而且 救國團很神秘喔 在所有台灣的 好的風景區裡面 都有一個據點耶 這家公司不得了耶 OK 還有好多好多好多這些朋友 這些朋友選舉的時候 加起來那個力量 是很恐怖的耶 光是婦聯會的帳 如果說呢 有一點歷史的概念 去想以前那個結會的東西的話 那個錢好恐怖好恐怖 什麼是結會 我們有空在說 所以 什麼是婦聯會啊 要不要多解釋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多高中生 婦聯會是不是 其實現在 我就不用解釋了齁 手機拿開 google打開 打婦聯會 三個字 發不出來了 對不對 反正呢 關鍵字 如果說你還不夠的話 關鍵字 婦聯會 講壽美麟 OK嗎 就這樣很好 就說 順便跟年輕朋友講 現在很多的知識齁 不要用到你大腦 不要佔據你老貴的腦記憶 打開電腦看一下隨時看就好了 OK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不好意思 OK 所以我們很快 這個數字的話 我們就不看了齁 我只看一個數字 這個地方 任何正常在台灣的政黨的話呢 沒有這一塊東西 但是國民黨的話呢 他每年都有這樣的一塊錢在 這個是比較舊的資料 去年呢 大概國民黨呢 有10億吧 假設他全部的收益是15億的話 有大概10億或9億呢 都是從打營事業來的 接下來的 打營事業呢 現在大主管是誰呢 這邊剛才是不是有個 中正大學打營所的同學 林德瑞老師是大魔王 你知道吧 知道嗎 OK 不是大魔王啦 他是被建議到去行管會當官 不要說大魔王 剛才的話 我以為殺掉了 OK 好啦 剛才這個土地的部分 我們就不談了 反正呢 地基找出來的話呢 那個地很多啦 這我們就不談了 好再來的話呢 這就是前輩談的這個東西 前輩談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反而非常的有趣 國民黨非常的會買賣股票 這邊剛好有一些 做金融業的朋友嘛 可以看這邊有一種 紅字標明的 這個 他的毛利率是10.16% 這個很厲害 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有心率知道 副聯會的話 下面那一塊 有沒有看到4600多億 這是什麼 這是行政業算出來的喔 好不好 這不是我亂掰的喔 行政業算的 以前的那些繞軍圈 整個加起來的話 是快1000億 然後呢 如果說換算比值的話 相當於現在4600多億 這些錢 你還在國民黨的打算裡面看不到 他直接跑去了 假送美林的副聯會 錢留到哪裡 不知道 很多東西都跑到海外 真的都差不多 不然 假送美林死在什麼地方 美國 美國嘛 對不對 OK嗎 那美國為什麼會有房子 為什麼會有資產 就這麼來的嗎 OK 所以有時候國民黨也很可憐 為什麼 他的錢好多都被人家撞保市場掉了 真的 如果說這邊有國民黨黨員的話 真的你們真的還蠻慘的 OK 好 再來喔 這個就比較 一般來講說 我很希望 如果說有朝一日高中課本 有寫這個的話 我覺得很棒 這個其實高中課就應該要教 OK 好 黨產內容的話呢 大概有這些來源 比較有些前輩 台南生不動產 在前面 後來的話呢 黨營事業的所得 然後呢 後面還有一些什麼 尾辦 然後工廠變市場 甚至黨職拚工職 這些都很有趣 就像說我們那個 即將下台的台中市長 胡志強 他的工職是只有幾年 很少 但是呢 他是做到公務員退休的 因為呢 他把黨職的那一段 都算成公職 OK嗎 這邊有公務員就提 那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時代就這麼晚 所以好多 包括連戰 包括一些老的公務員 他們都有這樣的問題 OK 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些什麼 不樂之捐 就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去看電影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隨票付券 那個也是啊 OK 不樂之捐 所以這邊我們很快過去 這些權的部分 我們就很快過去了 好 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免花一下 好久沒看到他了 OK 好 這個是這一陣子 新聞一直在談的 就是說 他 票票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在2008年 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前面 因為這個問題 一直被打 一直被打 所以說他有一些宣言 是說我要黨產歸零 我要幹嘛幹嘛 但是呢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後來這個是票票的 那其實這邊有一段插曲啊 其實我們這個聯盟 本來不叫黨產歸零聯盟 本來是有一個好長好長名字的聯盟 叫做全民追討什麼什麼什麼 那後來呢 我接了執行長以後 我就有一句話 我要黨產歸零聯盟 不要我就不接了 他說為什麼 因為這是總統講的 OK嗎 因為是他講的嘛 所以我連網站的設計都是藍色的嘛 我一點都不綠嘛 我超藍的好不好 對不對 我真的我在網站上面寫說 我們的精神領袖是那個 陳昌文大律師 因為陳昌文大律師在2006年的 六月的 年齡七年六月中國時報寫了一篇嘛 說黨產要 他那句話很棒 就是說台灣的政黨 不要用金錢之爭 是平面之爭才對嘛 所以全國民黨黨產歸零 我就把那個東西 變成我的精神領袖講的格言 就放在網關上 當然有一些那個 綠軍的前輩很不起 但是我就比較 年輕人各位知道 比較不聽長輩的話 我就這樣繼續做下去了 好 所以呢 我很尊敬嗎?主席 他講了什麼東西 我都把他當真 不然呢 所以把他當真的話 我們把他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 到底呢 你什麼時間說了什麼話 裡面關於剛才的發言 你說了什麼 其實我都很認真地把他做了東西 好 那至於有沒有實現的話 你們自己去對照 你不管我的事 OK 大概是這樣子 很多耶 我還蠻認真的 好 就是呢 其實我們來談 這個 這次陳彩我講的那句話很棒 政黨是理念之爭而不是財力之爭 但是目前台灣的選舉來講的話 各位想想看 大家覺得柯皮贏了台北市好高興好高興 萬一今天如果說這是國民黨自己犯的錯吧 要是丁守中呢 要是丁守中再加上強大的媒體呢 誰贏誰輸還不知道好不好 OK嗎 大家都太小看黨慘了 等等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一次選舉的時候中廣的曖昧態度 中廣的曖昧態度 告訴你說其實黨在想什麼 如果說你懂了什麼叫做中廣的話 我講到這邊我就不講了 不然的話我會這樣講 不懂嗎 什麼叫中廣啊 來來來 不是這個中廣好不好 在歷史上中廣叫做中國廣播公司 它是屬於國民黨黨名事業對不對 現在中廣播公司還在不在 在 在嘛對不對 它現在外觀上面已經不受黨控制了 對不對 它的老闆叫什麼名字 趙少康 OK 就是這樣 是不受控制 因為我們後來有黨政軍 推出媒體嘛 所以說表面上 它不受控制 表面上 OK 好 但是呢 如果實質上 如果實質上 它有控制的話 然後呢 現在 在最近的選舉的時候 有一些的藍軍 有一些中廣的名嘴 一直都在放炮 但是他的薪水 又來自中廣的時候的話 我講到這邊可以了吧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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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幫我講這一段 聽不懂嗎 求你 就是如果說 有一些藍軍的名嘴 在中廣上班 但是一直在打連勝文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要想想看喔 這在幹什麼 這是不是有問題 這有問題 如果說 今天真的 真的黨產發威 蛤 我怕被告啊 OK 走法院其實很討厭 OK 其實這樣想 就是說 我反過來講 今天我黨真的支持這個候選人的話 我的中廣 整個鐵戲 其實我的發言會比較請教我這個黨 不會有一個人突然 每一次就一直在講說 他怎麼樣 他怎麼樣 OK 那一個名嘴 那個女性的名嘴 我們就不講是誰了 好不好 OK 你可以去推喔 請你講一下好不好 那女性的名嘴是誰 我不知道是周一寇嗎 我也不知道啦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就好了 謝謝你 來 這邊有律師的身份的朋友 有要做平民法運服務的話 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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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的怪在這個地方好不好 如果說你真的越了解那個黨產的話 你就覺得這一次真的好怪 這一次不正常 如果是丁手中的話 那就回覆正常 黨產一家當幫忙以後 黨產很好玩啦 怎麼樣呢 今天是媒體是不是 不好的新聞 蓋掉錢給你 好的新聞多報幾條錢給你 一下就買掉了嘛 OK嗎 你的訊息都被蓋掉了 那是黨產正常發工的狀態 這一次在台北是不正常發工 所以我們僥倖得順 OK嗎 我覺得上面的人好高興 我真的不曉得那個高興是甚麼 做一個黨產研究者 OK 只是說他們沒有認真 好 所以呢 最後我們來談一下說 現在什麼狀況 就是說 黨產世界改革跳票呢 其實是因為 黨產實在太好用了 各位 最近有人用魔技來形容黨產 他真的那麼厲害 他真的那麼好用 譬如說這個同學好的 假設我給你兩億 叫你今天開這個地方 以後不要來摺入 你幹不幹 我也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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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齁 你可以跟他講齁 叫他做其他的事情 不用叫他不要來摺入 不是 這樣你兩億給我 所以 我們活在一個現實的世界裡面嘛 你說錢不能收買 那是有點誠意過高啦 譬如說等等 有那個國民黨 登登登登登來找我 羅老師實意給你 不要再講下去了 不好 我等等就跑了 真的嗎 蛤 你真的會跑嗎 下禮拜再來嗎 有關 拜計可會 維持營業也是要錢啊 起自於黨產 用自於黨產 消耗你的物資嘛 對不對 OK 所以 講正經一點齁 真的 所以 其實齁 有些人在研究黨產的時候 去追歷史說 黨產有多少錢 多少錢 那其實我比較在乎的是齁 這個東西到現在 影響你日常周遭 還在不在 還在 所以說呢 其實我這邊就探討說齁 我們其實做黨產的目的 真的不是為了公民黨 是要讓什麼 台灣的政黨競爭是公平的 也不是為了民進黨 說不定民進黨腐敗 後面還會有新的政黨 我們要讓這個遊戲機制公平而已 OK嗎 讓大家都可以在一樣的擂台上面 用一樣的遊戲規則 而且尺寸都差不多 而且 今天你的尺寸大 一定是因為 人民新的你捐錢給你多一點 這樣才公平嘛 那它不是啊 它是那個 從起跑點開來 不長那麼大嘛 而且那些錢 不是人民支持你 是你以前巧許豪奪而來的嘛 所以這個不公平 所以其實呢 到目前為止 2012年的 2016年的選舉 還是一場不公平的選舉 還是一場 不對稱的選舉 這個問題如果說 不解決 或不把它緩而化 不讓黨產總理化的話 其實呢 2016年還是我會很想聚 所以大概 這個是我2011年 請民調公司做的調查 所以真的 還是要花一點錢 這邊有一個民調調查 其實那時候 我們就請了一個很專業的公司 去做這樣的東西 其實大家 其實對我們的這個概念都很支持 我今年還會再做一次 而且我故意會選在7月做 每年內政務7月都會公佈 黨產的那個決算報告書 我每年7月就喜歡 決算報告書公佈以後就辦個記者會 不錯吧 所以說請再等一下 再幾個月 所以我這件事情還要再同樣一次 把它做一個更新的 讓大家的民眾呢 那時候來調查說 大家怎麼看這個題目 那其實這一些 大家都同意說其實 政黨只能用政治獻金跟補助軍來選舉 不能夠用它的一個黨產 這個我很快就帶過去了 就被我們就不談了 看看我時間 我是不是超過時間了 不會你慢慢來 會嗎 那我講這兩頁好了 OK 台灣的民眾呢 大家都很清楚了 哪一個主要政黨 長期在財務上 絕對又是 中國國民黨 這個答錯我要回去打屁股 再來 然後呢 陳尚提的話呢 國民黨的錢怎麼來的話呢 大家的腦袋也都很清楚 接收日常 我呼籲住 特許試驗這一些所累積 跟他的知識 其實大家腦袋也很棒 所以 其實呢 還有一個 這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快八成的人認為說呢 國民黨有龐大的黨產 對於我們政黨競爭的公平性 是一個不好的 是一個有壞處影響的 大概快七成八成的人 這樣看 所以 大概呢 這個滿久我們就不談他了 這個 直接跳到最後面 我們來談這個人 這句話很重要 等一下 跑去哪裡了 好 他是在2007 這個是東德前總理 然後呢 我們2007年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就請他來 做一個轉型正義的一個國際演講會 前總理叫什麼 等一下我好像有打 對不起 這邊啊 有人會德文嗎 這怎麼唸 中文 摧毀前共黨的物質統治基礎 重點是物質統治基礎 很可惜 2000年的時候 政權倫理的時候 我們一直沒有處理這個物質統治基礎 他還在 OK嗎 一直留在那個地方 當呢今天 有什麼風吹草動的時候 那些物質統治基礎都跑來 那這邊講得更白一點 所謂的物質統治基礎就是錢 可以叫羅老師今天馬上不講 的那個力量 明天會不會來 你再說嘛對不對 那個力量很強大 他可以收買任何的媒體人 可以 OK OK 所以說就像 最近不是有流傳說 我們馬英九二線你有多厲害 什麼新聞叫大家不要報 什麼新聞多報 OK嗎 然後呢 我們多辦幾個大的耶誕城 讓大家好快樂好快樂 OK 錢很好用啊 功德的黨產怎麼樣 交出來了 對被清查了 功德的轉型正義做得非常非常好 除了共黨的財產被整個被清查以外 連以前那些律師檢察官司法官都不准幹 重新考試回來考 他很徹底的做到一個轉型正義 但是呢 很不好意思我們喜歡和諧 選後呢喜歡 泡胎藍綠大和解 所以呢 對啊 以前錯的事情呢 就這樣算了 OK嗎 就這樣沒事了 OK 所以說呢 搞到現在這個問題還在 沒有把它徹底的解決嘛 所以呢 東德的這個其實 這個想法非常的值得我們參考 OK 最後的話 真的沒了齁 我超過了一點時間不好意思 謝謝各位 還有一些細節啦 我剛剛印了他一點書啊 等一下請彥姐 把它印出來 然後再讓他好好解釋 因為他剛剛講的那名詞 對很多人其實 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可能要等下再直接 重複 接兩頁的東西 你書裡面兩頁的東西 然後再跟大家解釋 然後再 你可以把電子檔全部給你 沒關係 那個電子檔 等一下還可以 那我們現在就請那個 楊世仁先生 我來旁聽的 你來講一下 好 講你這段時間的過程 好不容易你來的 這本書的作者 來 大家都來掌聲 各位好 我本來是要來旁聽的 我一個親戚啊 宛如啊 他說今天有很多活動 所以一定來參加 那麼既然要我講話 我就提出一些問題 可能有答案 可能沒有答案 因為我追蹤到 跟今天的資料 講黨產究竟多少 268億 這個幾年前公佈 中國投資公司的進入是 200 我記得267億 那最近我看到 國民黨報理法院的 財產是多少 這個我了解 媒體都還沒報導 是385億啊 用260億增加 那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這個385億 他只寫個財產 是不是他財產385億 那扣掉戶債以後 變成660幾億 這個我是懷疑 所以這個 我沒有答案啊 那麼這個 算這個 算這個國民黨的黨產啊 除了他公告以外 各位還要注意一個 他賣黨產啊 有個名字叫 回算機制啊 像國華院的土地 像那個 中營的土地 回算機制 到底是回算什麼瓜哥啊 我至少從媒體看不到 是分幾場呢 賣來又分幾場 怎麼算呢 沒有 所謂回算機制 還是一個大問號 到底多少 沒有人曉得的話 另外就是 國民黨每次競選 到底花了多少錢 我未來追這個問題啊 未來追國民黨黨產啊 在新瑞獨案法院開天 我整整每一天 一定到 兩百 這個 不 兩年多 我一定到 後來那個 國民黨大長官 劉泰英 我跟他熟了 以前只有見過一兩次面了 他說你怎麼每次來 對新瑞獨案這麼有興趣 其實我是要追黨產 那麼我一直忍忍的 有個問題 就是 準備 這個 問劉泰英也好 還是看了 這個 律師也好 到底 國民黨 每一次選 你花多少錢 結果到最後一次開庭 嚴死背入的時候 我找到答案啊 那個 劉泰英委託的律師啊 他不小心要講 花了一百二十億 那這一百二十億 我就跟那個陳律師 我跟他說 我本來要問你 因為再沒有機會 你來這邊旁聽了 那你今天講啊 我也謝謝你 那這個數字啊 跟李登輝 後來在台灣新聖 電視台裡頭他講 他說 編了七十幾億的 這個競選經費 然後他要連戰出來 跟他對比 到底花多少錢 可見他這個畫的意思是 比邊的預算七十幾億還要多 那如果用一百二十億來做個比小的話 那這個一百二十億應該很可靠 而且這個律師講了 他因為幫牛泰英國民黨的大掌櫃 在辨路裡 所以他這個很可靠 後來牛泰英在一個雜誌說 兩次 從兩千年了 到兩千零四年了 他說國民黨大概花了五六百億了 那這個數字 我就沒有再機會去給他求證了 所以每一次選舉啊 世界要花錢 所以各位 由這一次這個選舉裡頭 這個廣告 我到現在還看不到這個資料 到底科P登多少廣告 那麼連先生都登多少廣告 這個我也很想了解 到底誰花了多少錢 我們先去評論 先講這個數字啊 講這個事實 然後要評論再來評論 不能沒有弄清楚 然後就拼命罵拼命什麼 那不客觀啊 還有 這個國民黨到底賺了多少錢 這個我曾經追啊 剛才有打出啊 我曾經追到2007年嘛 三千多億 三千多億 我的統計 後來這個時候 國民黨的大長官 張哲次建設啊 說要告我 到後來說 說算了算了 說我亂寫了啊 我亂寫 我怎麼亂寫呢 我是從 中央投資公司的財務報表 索利表裡頭有 他講這個賣股票 成本多少 收入多少 我告訴各位啊 從後來的三大投資公司 中央投資公司 還有光碼投資公司 還有一家這個華夏投資公司 他每一年的這個收入啊 都是八九成啊 都是靠賣股票來的 也就是說他的營收裡頭 有八九成啊 都是賣股票來的 這個你也跟他講 他是不炒股票啊 不管怎麼營收 偷偷是偷就賣股票來的 那我是一年一年 給他統計 到後來三千多億了 到後來因為他 他撤銷公開發行啊 資料不公開啊 是不是因為我的關係 我不敢湊人啊 那後來我就終斷了 而且這個各位 從學術研究啊 這個數字很好啊 到流太一等掌櫃的時候 流太一經常掛在嘴巴 他說我一年幫國民黨啊 賺了一百億啊 那是沒什麼 最高峰的時候賺了一百億 到民進黨執政啊 他這個經濟的地檢啊 從六十億五十億四十億一直講 但到後來這一段啊 我做不上去了 沒有數字啊 那如果說 國民黨取得政權以後 這個營養的數字啊 又提高 各位起碼不寫入爐了 也可以寫個研究報告 這個政黨跟這個國民黨的獲利 是一個區間 原來賺這麼多 從一百億不算一直掉掉掉掉 到後來又提高了 那這個起碼 你可以歸心發現 這很好 還有賺 國民黨賺多少錢呢 這個 很多啊 都是公布人類政府 只有公布 所謂 他的鼓勵收入 其實啊 現在去追 他的賣股票 這個進了多少 佔營業收入了多少 那這些數字啊 我剛才講的 其實有的答案 有的沒有答案 我這個遺老賣啊 也會聯繫到 有人追不到 而且我那時候有一些數字啊 慘來講 有施法界的人 付我幫忙啊 我沒有那個能力去拿這個資料 所以人際分析很重要 這個我那裡拉扎就講到這邊 其他的這個各位啊 這個你們在發揮 看你們這麼年輕啊 我很高興啊 後續有人啊 謝謝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楊詩仁先生 我們現在看了幾個 這個是 羅晨忠老師他做的一個研究的報告 然後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再下一頁 下一頁再下一頁 放大 放大 是上面還是下 這個放大 好 往下拉一點 往下拉 再往上 再往上 再往下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都 這個讓你來解釋 是要 是要留著 上面留著 那往下拉 再往下 往下 這 對不起 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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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 對這一個 放大 這個地方 好 你們這樣才可以看到 這個放大 好 到這邊 到這邊 好 這個就交給 陳忠祥 好 現在進入那個 黨產第二課 剛才是那個 剛才那個 初論 導論 現在我們來進入第二課 就是說 我們開始表演國民黨 那時候我們做了一個東西就是 這一個圖是 中央政府那時候 第一年對於國民黨黨民事業 這個意思是說 它就是編制在國民黨下面的下屬事業 OK嗎 那下面的話 有廣告公司 有中華日報 中華日報 中市 等等等等這些公司 這個是怎麼定 就是每年政府給他錢 請他 叫做 毀伴 就是說我政府有任務 但是我就不給你做 我們那個時候沒有政府採購法 所以我就直接 請你幫忙做 做的呢 我們就算了一下說呢 這幾年的整個算起來的話呢 那個數字是用千元算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合計是多少錢 九十二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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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現在要拿來 這個我們需要 多少錢 九十二億 九十二億嘛 而且我記得這個數字好像還沒有換算定值 所以其實長年以來的話呢 我們政府機關就直接的把 執政黨 直接把他的一些業務 就包給他的黨員事件做 所以整個算起來的話 就是那麼的 宏大 很有趣吧 OK嗎 這是一個數字 所以 這就是我們講的說什麼 國庫 通黨 就是長這個樣子嘛 OK 繼續下來 故事還沒有結束 請 現在拉到 一個一個嗎 唸出都是中央 中國 喔喔喔 OK 好 那 其實這些名字 大概我們這一輩的人都很熟 因為 中國廣播公司 大概你不解釋的話 大家還以為他是國營的對不對 其實他是黨營的 很多人不知道啊 再來呢 中央日報 以前我從小看中央日報長大的 因為我爸是領長 所以 每天都有免費的中央日報 都寫本黨 蛤 他們寫中華民國 他是黨報啊 他是黨報啊 所以我看黨報長大的 OK 好 再來喔 中市有沒有 以前的老三台 台市中市華市 台市省政府的 中市國民黨的 華市軍隊的 多棒啊 你看看 我們小時候其實 活在跟北韓差不多的地方 對啊 新聞聯播沒看過吧 OK 好 再來喔 中央電影公司 以前一些那種愛國電影有沒有 不曉得的話 現在去看那個中國的影視 就是那位置有沒有 把鬼子視成兩半那種東西 那個我小時候就看過了嘛 OK 中央電影公司 然後呢 這個是他們在東京的一個 自由 那個機關 還有後面的那個 中華日報是在台南啊 OK 所以說整個來看的話 中央日報是在雜誌 所以 我們看這個比較大的錢 光是中國廣播公司 尾伴就佔了那麼多 OK嗎 所以說 各位要當獨裁者的話 一定要掌握媒體 那時候你掌握了電視 掌握了媒體 用別的其他資源 來用管道 就很老洗腦了 所以你看看 中央廣播公司在歷史上的地位 有多重要 但是他拿國家那麼多錢 這個呢 又可以用一句比較新的話 叫做 用人民的錢 洗人民的腦嘛 這就是疫症嘛 那是隨便亂夠 不是隨便亂講的 台灣就是這麼樣子 就是這一副德性 好 我可以下面了嗎 好 所以說 不要以為國民黨家族那麼簡單 剛才的那個是屬於直營店 現在還有加盟店 來 加盟店呢 就是我們傳說中的一個 覆水組織 這些覆水組織被點名了 每一個 沒有一個承認 當初2007年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在清查的時候 就說 他就把這些點出來 那些都不承認 但是那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們呢 就把它的 政府每一個這樣 補助委辦 費用大概多少錢 我們都把它算出來 還有一點 再強調 這個是公務員算出來 中華民國公務員算的 不是我們亂拍的 OK 所以呢 所以他才覺得這個資料很真實 所以趕快還沒政權留意 就趕快拿下 這個真的很機密 好 看一下這些名字 可能40歲以下的同學 都很 朋友可能都很陌生 什麼中華救助總會 這個中國青年 這就我來知道 四亞謀很少提到吧 婦聯會 海公會 大陸問題研究中心 上面足以統一做國大聯盟 真的都有喔 我們小時候印象都很深喔 然後每年都辦 一個好奇怪的大會這樣子 那錢呢 就這樣流過去 以委辦的名義 更講一點 我今天是執政黨 我今天執政黨 我所謂國家機制 我把業務呢 給你這個黨 然後再把錢給你這個黨 我們長期以來 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為什麼這些單位養的那麼肥 就是這麼來 OK嗎 所以說 用這兩個圖倫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 國民黨的直銀店 跟加碼店 整個框起來的話呢 才說所謂的 我們更廣義的 國民黨的財產的概念 再強調一點 這個只是政府流過去的江湖住 只是冰山一小片而已 冰山一小片就那麼大 而且再強調一個 沒有換算比子 OK嗎 還沒換算比子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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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嗎 不用 OK 好 好 好 現在 現在講完了 所以 有 有 喂 我們現在講完了 所以那個 開始開放QA 大家有問題 然後可以提出問題 然後一次 就知道三個問題 然後大家在講 可以在 國民黨不老 台灣不會好 這是誰說的 你知道嗎 這是在那個 最近好像馬英九被人家丟書 丟那本書 就是台灣 被拍的台灣那本書 他丟到馬英九的肚子那邊 然後呢 然後就被抓了 他即使招待會的時候 吳郭董 你還剩下兩分鐘 沒有 我們要嚴格執行 當然是這樣的 國民黨不老 台灣不老 這是很重要的名言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小學 不是小學 是中央 中山大學 大藝的學生 十九十一 好 他十八歲 好 他就完了 你先講完 你先講完嗎 講完 你的問題咧 剛才我說 那個名言是誰說的 沒有人說 他那個名嘴也搖頭 所以我就說 好不然我就講答案了 沒有答案不是這樣 這我跟妳講 好 可以補充 你等一下再補充 因為 國民黨不老台灣不老 這句話其實是一個 老一輩的 他們當時在做運動的時候 在講的 在台灣差不多80年代的時候 在街頭上講的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話 方式叫政治民主化 但是政治民主化太拗口 簡單的就講 國民黨不老台灣不老 而且這還有邏輯的關係 不是說 國民黨都有台灣一定的後 因為這沒有必然的關係 可能會變成民進黨 所以也不會變得更好 也有可能 所以這裡 有一個過程 那等一下 還可以請陳中再做補充 來剛剛第二位 第二位來 不好意思 你會說台語養品 我們會有人反應 因為國民黨 幹什麼 幹都一樣 不好意思 我請問一下說 之前不是兩天禮拜 也有那個黨產 那個付出公投法的那個嗎 然後後來不知道說 現在的話是 一樣就是要從黨產解決的話 那假如說 不知道說現在是 要以就是公投法先修正為主 還是有 要再想說再繼續連署 就是做 親黨產的公投法這個問題 就關於 到這個 用公投法去解決說 全民來親黨產 這樣子 一個吧 好 我們就講說是 公投法補正 然後完了再做 全民公投 黨產 對不對 對啊 這是兩個程序嘛 所以這個第一個問題 應該問那個 老婆前進法國長 他們的 進度到怎麼樣 已經考了很久了 對 那第二個問題 當然就是 在讀我這個前提可以的情況下呢 那就請陳中可以還是 等一下你再回答 第二個問題 你要記得 一個是 第一個也可以回 第一個也可以回 都可以回 第二個就是 勾兵東坡對台灣的以後 這句話的淵源 善明 好 再來 各位 各位網按 各位知不知道 以前有叫做電信集 電信集現在 也變成708路 也變成所謂的 國家通信委員會 交通部 還有中華電信 我不曉得羅教授 有沒有針對 所謂的 以前的 國營事業 公營事業 這一部分 埋藏在 現在已經很多所謂的 民運貿 那這些是不是都羅 都羅 得到所謂的這些 黨長 在後面 不知道有一個 柯教授的 有些研究 就是國營事業 民營化之後 這個 民營化到底是誰 你看民營化 一定是我們這些人 都買不起 民營完的是 你可以買嗎 大家都可以來買 可是實際上 是少數人才可以買 那少數人可以買的話 到底他們 跟國民黨的關係是怎麼樣 還是所謂的自己 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 或者跟某些政黨的關係 是怎麼樣 那武器的程度好像 也有 這個部分 你稍微可以看 很多可以講一下 再來 第四位 我們先來四位 再來第二輪 好不好 那個前輩我們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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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老師還有余昌大哥 大家好 我是眾議院社會組的研究助理 我想要問三個問題 我想請教 第一個問題是 剛才羅老師說 當場是問號 所以 既然在我們都不知道 當場有多少情況之下 我們要如何確定 當場已經被我們追回來 第二點是 因為一個黨庫跟國庫 混乱一年的狀況 所以 我們要如何去說 這個黨產 它 它是不公不利的 因為 假設公務員認為說 你追討黨產 我就會 我就會失業 或者有一些 我們說 群帶資本主義 像那些 受惠的地方的 小公司 或者是地方的事業 我們要如何說服它 就算它很正確 所以我今天問題 過得比較大 就是說 我們要追討黨產的話 距離的不動手 那第三個問題是 我覺得 到底一個國家的政黨 它也沒有全力去 經營所謂的事業 那 不過這問題在 所謂的 比較的政治 譬如說 在義大利的 法西斯人政權 或者在德國的那個政權 這樣的情況是 他們是怎麼運作的 跟台灣的共產黨 一起來 有什麼比較會出現的 兩三個問題 好 你總共六個問題 那宇昌要幫他分解 可是我 我只能說 怎麼找資料 他說怎麼找資料 等一下以後 以後你們來之後 幫你們開 workshop 好了 直接教大家 怎麼在網路上 把資料爬下來 整理完以後 然後交給 由陳忠老師去解釋 今天也是把他們兩個 兩個 結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 來 陳忠就靠你了 來 我一心 為國民黨好 所以 所以我的slogan是這樣子 那個 黨產不倒 國民黨不會好 我是真的為了你好 我也不想看到 國民黨腐敗 我也想看到建廠的國民黨 所以 所以你就不要弄 把黨產趕快還來 就好了 所以我的路線策略是這樣 我是呵護他 不是要哄念他 所以我的slogan 是這樣設定的 從自此之出 我做國民黨黨產的心態就是 我是把我擬態成一個 我是一個藍軍的人 雖然這個女太很辛苦 OK 對 所以我覺得 是我的話 我會想用那句話 真的是為了國民黨好 希望他下一次選舉 能不好一點 所以說那個 當然不要用 好 那個 剛才那個 我講幾句話 我講 我四十年內經歷我講幾句 沒有啦 你跟我講話 第二輪還有時間 還有時間 還有時間 來 來啦 等一下 等一下 立法的那個 對不對 其實 他有戰略 如果說現在 國民黨這個局勢 他真的願意去 換黨產的話 這個等於是 他自己處理的話 當然是上上之策 如果說真的不行的話 很簡單 下一個時間的 集會之裝是2016年 只要國會跟立委 國會 只要總統跟國會過半的話 方案都準備好了 我們有政黨法 還有呢 不當產產的那個條例 都放在你法院 怎麼解決都弄得好好的 裡面甚至細節到說呢 當那個 黨產歸零時間基準點 什麼時間之前 你只要交代不出來 你從哪裡來 就全部歸公 那個機制都設計好 而且那以前還是法務部做的喔 OK 喔 法務部做的喔 所以其實就是說 如果 反正就是說 以那個選舉為 以 2020年2016年 總統選舉為分罪領的話 前面的話 希望他自己弄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來幫他弄 大概是這樣的設定 這是第二個問題 再來後面 連續三個問題 對不對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 這個如何確定 當黨產的已經被捉毀了 因為 這個 其實我剛才有一個就是說 我的路徑設定 跟前面的前輩 有點不太一樣說 其實追不回了 就是說 我寧願退而求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把那個錢來影響選舉 就OK了 至於追得回追不回 被誰充公 被誰黑吃黑的話 那個我們目前無力了 只能看到現階段說 我們不希望那些錢來左右震撼 從這個方向看 所以說 我們會嚴格監督說 你每次那些廣告 你每次那些錢 你到底花在選舉上面多少 而不會看他整個黨產的全貌 我覺得那個喔 尤其是現在 我們沒有執政權 如果說我們有執政權的話 那好簡單 叫公務員去查 公務員不查的話 我會給你辦得掉 那就簡單了 但是在沒有執政權之下的話 在短期的戰略裡面的話 先去盯住他 不要讓這個錢蠢動 我覺得是可能先階段 比較務實的做法 還有呢 如何說服黨的事業 或黨產的受益人 追黨產的證絕 不用吧 在我們法律 在法律的話其實很簡單 法律定 假設今天他不自己處理的話 立法了以後 也不用說服他了 我們法律有個概念 叫做強制執行 有個叫做查邦扣押押拍賣 就這樣就好了 這不是跟你談的 OK 只要就確定說 那個錢其實不應該是你的話 你交代不明的話 那就全部歸回來了 OK嗎 OK 這就不是對話式 不是公平審議 好 那 還有可以問你嗎 就是 東方或那些其他的 我們今天看來 國家要怎麼去做 有嗎 是這樣的嗎 那其他的 類伐心政權 以下 因為喔 他不太一樣 他基本上就是 那個像東基德來講 他是 民主的去兼併掉那個 非民主的嘛 所以他可以做整個清算 OK嗎 但是呢我們的民主轉型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是和平轉型 我們是不留學轉型 所以說的話呢 我們不太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想是當年二戰的時候 二戰的時候 納粹政權 或是法制政權 做這些事情 他們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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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才會一直 跟我們一起 在一起 那一塊我沒做耶 你要幫我幫忙一下 OK 好 那我跳過 好 這個喔 這個問題我下次再找那個 新一來講 因為他講防衛民主機制 在他們在 因為納粹政權的時候 會談到 防衛民主機制 所以大概等於是 把整個政黨都取消掉 因為等於說他沒有辦法 去參與政黨 在沒有真正轉型的時候 沒有辦法 以正常的政黨來 來重振 所以這個部分 有一個防衛民主機制的 這個部分 可能也可以再來談 但是在 防衛民主機制下面 再去談 黨產的問題 比較是這個 這個脈絡 來 現在 先拜 三分鐘 電演講沒有定 王台議員講沒有定 激烈也沒有定 好 來 我參加這個社會運動 我驕傑頭 四十年了 四十幾年來 今天一個 傳體成功 讓你們有看到裡面 有知道一個傳體成功 傳體成功 太陽法 太陽法 這個又第二名 太陽法又第二名 第一名 有知道嗎 有 你只要說 新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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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國土投行 對 蔡經委 我去跟他說 你來用 新約教會的保守 就是大字報 拿的元旗出來生 他出來生 他出來生 我跟他說 建議差不多 兩天你才開始實行 現在有你有你用就對了 我去看 新約教會 他們在用的時候 今天 我們這裡的人 就成功了 不需要再去保衛 不需要再把人參加我們這裡 今天我們來這裡 就是成功了 叫新約教會的方法 做 所以大家要去看 新約教會是怎麼做的 所以那種的 這個黨產的事情 我聽說 沒有 沒辦法 如果還叫我們這個老婆 所漏都沒辦法 等水片要去看 要有多 就是沒有把黨產收回來 要去黨產收回來 就看到後面的政黨輪替 早有辦法 那這段 如果還要等到政黨輪替 的時候 不等他 他還不知道是十十要選 所以我們這段 就開始 走上街頭 對不對 如果沒有走上街頭 大家 現在 講一講一講一 都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我要回來了 再說到這位置 走上街頭 他說時間到了 他要回家 所以我們也歡迎送他回家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時候 他不是在街頭運動 因為在街頭裡面 你會發現 有時候大家沒辦法輪路 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知道那個脈絡 我們也不知道那個機情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的解釋 尤其在我們直接上一輩 跟我們這一輩 我們這一輩跟下一輩 會有一些 Generation Gap 但是呢 這個知識上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先把那個 知識上面那個 處理完畢以後 我們真的 就像剛剛 楊世仁先生 我們先把事實 說清楚以後 我們再來做判斷 不然的話 我們很容易就在那個 情緒上面裡面 到時候什麼 藍綠啊 對立啊 這些東西 因為他這種二元分法 其實有時候也 也沒辦法討論問題 就是說 把他 我們可能想到的當他問題 我知道 宇昌有問題要問 陳忠啊 來 你不要叫他羅老師 你叫他叫陳忠就好了 好 那我請陳忠辦公 對 因為剛剛只是聽到 就是他提到說 現在台灣已經 已經有一些政黨法 還有黨產 其他的 草案 放在立法院 但是其實我 我還蠻好奇 如果說今天 真的有機會 有我們來執政的時候 到底 要怎麼樣去追考 黨產 就是怎麼處分 國立黨 那我想要請 那個羅老師解釋一下 對 你要想答 好啊 因為這樣說 它其實是兩個法律構成 第一個叫做政黨法 第二個叫做不當單單處理條件 陳忠我先問一下 為什麼要有政黨法 來齁 各位 這邊如果說 各位知道說 我們國內有一個人團法 團體法 它用一鋪簡單的人團法 來去處理 社團法的人 財團法的人 一些協會的東西 然後政黨 現在是放在人團法裡面 那個其實非常的粗糙 因為其實政黨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 但是台灣 那是從蔣經國 那時候解言開始 有人團法以來 它還是 因路就簡的 把政黨 塞在人團法裡面 那其實呢 從整個民主國家的發展來看的話 政黨應該獨立立法才對 尤其是政黨選舉會收工費 跟一般的協會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有政黨法 但是呢 一個政黨法不夠 因為呢 就是台灣有它的一個 過去的威權統治的脈絡 有一個威權的政黨 掌握那麼多國家資源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的法律 叫做呢 不當單單取得的一個清查條 一個清查處理條例 來去輔助這個東西 等於呢 先把那個歷史的幽靈 做個終結以後 來開創新舉 所以這個兩步是一個配套的 好像車子兩輪一樣 OK 所以說這個東西其實在 米打執政的後期 這個東西都已經黏理出來了 那它的做法其實很 怎麼做的話其實也蠻簡單 就是說 兩個階段 第一個叫做清查 把它到底搞清楚它有多大 所以各位看一下剛才那個數據 就是我們公務員辛勤 辛苦清查的節目 OK嗎 先清查範圍以後 然後呢 等到這個法律過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做嘛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法律呢 因為這邊有一些法律的同學 知道實效的概念 反而 因為有實效的問題 可是呢 往往這些當產的案子 可能就好久好久了 如果照著我們現在法律來走的話呢 可能百分之八九成就追不回來 所以說你要有一個特別的立法 來去破那個實效以後的話呢 才可以把那一個真實的正義再把它拉回來 所以說其實那個法律的一個重要性在這個地方 所以國民黨也很聰明 他說 往往馬英柳在當主席這幾年說 好黨產你覺得哪一邊有問題 你告贏我我就還你嘛 其實這句話的問題在於說呢 他算過 因為實效的保障你根本高不於他 OK嗎 我們不談說那個法院是哪一檔開的那個 那個因素姑且排除之 但是其實就因為實效制度 所以導致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一出 一筆不清楚的爛盪 基於說我今天要保障那個 三一第三者的那些期間就不見了 或者是保障實效期間 OK 所以說其實還是要立法 這個東西還是要執政以後呢 國會國辦以後呢 用立法的方式來去解決 這樣可不可以大概回答 好像沒有 還沒有 好像不是非常明顯 比如說股市那一天 他們買了很多更掉 比如說我知道這樣 從那股市公司嘛 這個很顯 就是說 剛才有個概念是說 來 假設今天你的國民黨的稅額當然是X 裡面有一些是 假設今天是黨費收入 那個是很清楚的嘛 還有國家給你的政黨補助款收入 對不對 那一些東西 拿你回來沒有意思嗎 好啦 這些我們就放著 但是當你解釋不清楚的時候 你講不出來道理的時候的畫畫 全部拿回來 而且呢 在我們那個設計裡面 我們不是針對中國國民黨 是針對所有台面上的政黨 這樣才公平 對不對 我們真的是 我們不是文章國民黨嘛 我們是 我們就所有的一個清辣事件把它算出來 每一個政黨 我們都說 你把帳算一算 可以講得出來的 有黨黨有這個正常來源的話 我們都就不拿走 但是奇奇怪怪的話 我就拿這樣 那剛好呢 其他政黨都是負債 只有一個政黨那麼多錢 所以說他就 就這樣子啦 就這樣子啦 那細部的法條 它就是其實有一些設計啦 可能今天沒有辦法講的東西 但是 有沒有放在那個 有有有那個都有 那個朝外都放這裡 都在網站上面有 在哪個網站 就我那個網站 黨產歸零 對對對 很簡單 Google打開 黨產歸零聯盟 打進去就有了 OK 那個網站不收費了 好 好啦 像這裡 等一下 還有問題 後面 2 1 1 這裡還有嗎 朋友問問題的 1 然後那邊 2 還有3 對 就是剛剛 郭老師講的 具有衛生層 剛好 我是一個具有衛生層的公務員 對 可能我跟你講 我應該比較像是正藍層 沒有 我有一個小意 簡直說 現在的話 他如果就在 我們算一下 按照 韓國老師講的時程 明年初勝選 我們假設 後年 後年 對不起 我好希望是明年 後年初勝選 事實上就表示說 這中間有一年時間 國民黨已經可以開始做 預作準備 他已經知道可能後年 你不太贏得過來 那 就算後年初勝選 全部的就是完成時間 行政院的時間 包含你在經營部商業司 這裡注意的時間 大概都要到 5月6月以後 也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國民黨有18個月的時間 從中間也是沒有問題 相當的這些東西 他大可以趕快 在這18個月後 最估計在最後的 6個月之內 出份 出份完畢之後 事實上 我們前年9月交給了 我直接講 一人兩位辦法 人家不會吧 對 某一些跟黨政關係 友好的紅頂財團 我其實非常的懷疑 任何一個政府敢去追 類似像伊燕良 這樣子的一種財團 對付伊燕良的問題 就遠比國民黨更加困難 那麼 當國民黨採取這種 叫他持股 轉移資本的方式 到某一個紅頂財團的手上 並且搶在 你相關法規 我還不太相信 後年就會出財 就算你取得了國會 跟行政權的多處 我也不太相信 時政上後年兩年 兩年時間夠了 那對於這個部分 他如果採取出貨的部分 事實上就等於所謂的 這種多產的方式的話 他仍然可能借著 這些紅頂財團的部分 你這筆資本 再混混 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 行政法和公司法的問題 對不起 先輩 我比較不那麼傾向認定 是一個很簡單的 機器人和混亂 我倒臺灣就不會好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公司法上 光是交叉此混混 所以兩年時間很夠 但我相信 你很可能造政黨法 香菇茶的時候 湯茶的時候 他什麼都沒丟 所有東西都登記在 一二兩 拉拉拉拉很多問題的名項 你真的感覺動湯 他燒手怎麼辦 他什麼話說 在他回答之前 先你想一下 再來一次 來 牧師 你剛剛沒有自我介紹 你還可以再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朋友好 如果禮拜五晚上有空的話 我就會來這邊學習 那一般朋友是叫我巴薩 這個是泰雅族給我的名字 我從事的是原住民的工作 不過今天要問的 暫時先不要跟原住民有關係 前一位所要談的問題 其實就是我們的很簡單的疑問 怎麼可能讓國民黨自己去清算呢 剛剛 我不曉得有沒有聽錯 剛剛陳周好像有這麼樣說 怎麼可以這樣呢 那假如是 就算是明年盛選或是後年盛選 他們並不是 他們絕對不是 從現在才在處理這個事情 在1998年 那個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張清晰等五個教授寫的那本書 那個時候 他們就已經講 他們已經開始 在怎麼樣子的把這個國民黨的黨財團分散 然後怎麼樣子透過公營黨營跟這個私營 剛剛講的這個財團 之間互相的交叉持股 讓國民黨萬一他政權出問題了 或者是說國委通過一些對政黨要處理的法律的時候 他可以把長 他可以長戶於財團 然後呢 當他有政權的時候 他再 再聚練起來 我想馬英九過去這六年 也夠 把過去他們 可能不大穩當長長又再聚練起來 最有名的歷史就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 山中 把那個黨產賤賣 那個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長戶於財團的一個 一個方法 那選舉的時候當然是由他們買單 你怎麼樣看都看不出來 所以我認為說 現在環變的問題是非常嚴重 剛剛第一位講的是很正確 就是說 他已經做了快二十年的這個事情 在把這個 你現在在照片上看不到黨產 在照片上 中央投資公司看起來 算是 怎麼講 算是民營的一個公司 而且不是只有他 國民黨在持股 還有很多投資人在持股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複雜 我想全世界絕對不容易 除了共產黨 除了共產黨 還是共產黨 以外 所以我認為說 就是說這個事情 我們不要把它看得太小看 那有人提出來說 應該要針對國民黨這個組織 它是一個違憲的 它不是一個政黨 它是一個犯罪的集團 一個政治犯罪的集團 那我們還把他當作政黨 還跟他競爭 吳小民進黨在幹嘛 就是說 還跟他競爭 你競爭什麼 那所以 我認為說 我們可能除了 這種正規的事情 好 抱歉 應該要詳細到 謝謝你的留言 謝謝 來 還有一個朋友 剛剛還有一位 這一位 來這裡 就是 有沒有 就是 除了清算財產之外 有沒有辦法再做土地的清算 因為其實 我覺得土地其實也是一個非常 對國民 就是國民黨 對於 目前現階段的一些破建議題 其實是非常 會是因為他們造成的 就是像他們之前的一些農 土地政策 像工地放零 或者是跟著有幾點 其實我接觸過這幾個案子 然後他們就是用這些 把這些 跟著有幾點 然後工地放零 然後把這些 土地全部交由 某個人像連戰 或者是 我們現在做 葡蘭田的議題 然後他就是把這些土地 整八土田的土地 全部拿去給 新莊的 持有工的 黃靈明明 就是現在又當選 那個議員 然後他們就是用 把這些土地拿去 賤賣 或者是去做一些開發 然後導致 就是 目前很多地方 就是有開 就是會有這種 大規模擱淺 就是會有這種問題 對 就是有沒有 如果在2016之後 如果真的 我們贏的話 就是有沒有辦法在一起 你們是誰啊? 我們先這樣講 我們贏了 人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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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去欣賞國民 那你有沒有辦法去做 土地的一個清算 好 謝謝 我們就 請說 土地 來 我可以先回答一下 距離最近 在 有一些朋友打算要做的事情 就是 台灣其實可以付 給政府一筆錢 就是好像 五塊還有十塊 然後就可以知道 這塊土地現在都能走 是誰 然後因為之前已經撈出那個 土地的那個 清澈 包含帝號 全部都出來 所以有朋友打算 也許用分支 或自己個人 組織的方式 把那些土地 現在到底是誰 持有的 全部都要拉出來 那也許可以再 繞到另外一個 鼓勵道 跟 財團之間的一些關聯 大概跟這樣子 我還是要說清楚 你去不要 像這種事 去不要人手 其實 我不確定 要研究一下 也許有網站的那種 對 那也許我們就是 寫個程式 第一次要 大概一份地域成本 需要八十塊元 對 在地震事務所 就可以 所以你熱門都可以 對 那如果說 他們需要幫忙的話 在Fly in B 請幫忙他們 好 來 來 剛才兩位先進 問的問題都很細 我從一個比較大的角度來回答 這邊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來這邊 對不對 但是你們有沒有 有一個問號是 這些書是怎麼回事 你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書怎麼回事 說這些書 對 你不要回答 這些書怎麼回事 然後呢 浴師嘛對不對 你看一下 掃一下 這是像是誰的書 你不覺得這些書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嗎 你不覺得這些書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嗎 像是某些同仁的常出 那個人唸什麼 那個人唸什麼 對 政治共同 對 政治共同 對 好就是這麼 這個書 這個書的那個 所有者 在2006年8月15號 把這個黨產的聽譜交給我 其實之前我完全對黨產沒有碰到 因為其實碰黨產的真的很少 然後他那個時候交給我到現在 零六 快十年了 對不對 那十年間的話呢 我只想一件事 就是說 我能夠做什麼 那大概呢 我覺得我能夠對他交代 就是說 我把資料留下來 然後呢 我在這段時間 一直講這個一直講這個 那他其實兩千年 幸福跟我生 OK 我就把他這個工作接下來 那我覺得接到這邊的話 就是說很多複雜的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交流 但是各位覺得 不會想想說 那你們又可以 如果說你覺得這套路是一個 該做的題目的時候 那你又可以為他做什麼 每個人的力量都有限 那像這一隻 大廠大怪獸 其實很像那個 我們魔界裡面的魔多什麼什麼 大怪獸 whatever 這個不是一個人的資歷可以處理的 那大家都有大家的專才 就像其實我 就是說 雖然我是財經法律人救所的老師 但是我的擅長還是法律 大家都以為我是財經所 我每次都要糾正 財經那個是 那個是形容詞 重點是法律 那這邊有些念法律 就知道說 哪個法律學門在搞這個 真的是冷門之間的偏門 對不對 上課老師從來不教的 你也沒有看過學校哪個老師在談 那我就真的這樣一腳踏入了 偏門快熄年 走偏門走 所以說我覺得到這邊就知道 剛剛你提到那個問題很好 但是我相信你提了出來問題以後 你心裡面大概有五成就知道什麼解決 那就慢慢努力 斜一邊放往上 OK 我覺得就是 這個是大家要貢獻力量的 所以我做了那麼久 但是我看到那個 我看到那個 那個關心圖的時候有沒有 還有看到那個 打怪心手指的時候 我覺得好感動 我覺得說這些東西我不用一件扛起 因為有人做的比我更好 所以反而說呢 像現在你最近看了幾次黨產 黨產 台教會跟大人歸一名 做的那個記者會 我盡量都不去 我就請年輕人去 請武正他們去講 請他們去講 反正我就是躲在後面看 我覺得差不多了 大概說你們 你們會把你們會的在 貢獻這個工作 這個其實說 真的2016年能夠 政權人體以後的話 其實我們更要督促 督促民進黨 假設他真的贏的話 他又來個大和解 那又完了 又拖了 該解決又不解決了 沒有錯 他一定會開始常思 當然啦 常思其實也是一個 我們樂見的現象 因為常思就容易被黑吃黑 那被黑吃黑的話 他會造成幾個人有錢 但是至少那些錢 不會回來左右政治 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嘛 對啊 對啊 所以說其實 大概我想說也沒有那麼 真的要把他做的 百分之八十九十 我覺得這件事情 做百分之二三十四十 讓他的功力少了一半 少了更少的話 不然我們覺得我們就對得起時代了 OK 所以說這其實是對我 那個 王生學長的一個承諾 那他就是這個書的主人 所以說我覺得今天在這邊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Google打開 汪萍雲律師 這是他的書 對啊 他就是我在台大學長 所以說我也是被他拐來莫名取票 做這個題目做到現場 所以說 我再補充光憑 本來這些書 本來不在牧者 這些書本來在黃國昌家裡 喔 然後後來呢 開了這 他就把這些書 全部放到這裡 捐出來 然後 所以他們是有一些情感 因為他們都是念法律 這個 這個是一個樂隊 PS一挺高 我是黃國昌是同學 只是保養的比較不好 我認為 欸他說他自己保養不好 為什麼沒有鼓掌咧 蠻常識 不會啊 還是 我們重調是棋子 不是帥氣嘛 好 那這個 接下來還有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再開放幾個問題 1 2 來 再來 有沒有比較 我覺得 還有 喔 這位朋友來 就是剛剛幫我們 把那個設計出來的 那位朋友 我們先給他好不好 來先幫我們講一下 各位好 那我是之前 還是那個 剛剛跨學那個答案 那其實我一開始做那個 我一開始不是說 為了要 要跑當場 然後 我再去做那個東西 應該是我們只是在做 我自己在為我的社群 做一個資料分析的一個發掘 然後 所以說 我本來是 我的主題 本來是要做集團 我想 我覺得在台灣 應該在全世界 財團 應該其實都 一直佔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認為財團是可以左右政治 然後 甚至是 你做立委 它其實很多的先進來源 是來自於財團 而不是來自於人民 那 我當初在做財團的研究的時候 我們在做 財團的一些轉投資拍檔 不小心 發現到 全國第20名是 中央投資公司 然後 這讓我覺得非常的 shock這樣 因為 我突然 我頭一次突然開始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一個政黨的 投資數量 可以跟財團 去比 這個是合理的嗎 這其實一點都不合理 因為政黨 它拿的是人民的錢 它是要為人民做事情 但是 它跟企業的勾結太深了 所以 因為這一點 我忍不住 會開始有些思考 說 我們的政府 他們的所有的一些市政方向 它的一些政策 通通都是傾向於財團 不是傾向於 不見得是傾向於勞房 而是比較傾向於資方的這樣子 那 這些 它的那些評論 當它 頭口聲聲會說 我是在為人民服務的時候 它是不是真的為人民服務 這點我非常的歡迎 因為我們說 但是 我的主張是說 我在有任何的一些討論 或是有一些意見 要開始形成的時候 我希望是有更多的資料 可以佐證我的一些想法這樣子 那因為 我常常跟朋友 有時候如果偶爾 平常跟朋友 做一些意見上的討論 大家討論 如果你沒有資料 的話到最後就是留意意識形態 那留意意識形態 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 你永遠被捕贏人家 或是你被捕贏的人家 但是人家 也不會幸福口服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資料 可以 提供給大家這樣子 那 那 關於黨產這部分的研究的話 其實我那時候做的研究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去試著去處理一些 同名同姓的問題 然後我就 我把同名同姓的問題 處理掉之後呢 我去看到說 黨育事業 它其實不只是 不只是在中央投資 還有它的一些相關企業而已 在中央投資跟相關企業 擔任總監事的那些人裡面 我拿那些人的名字再去 再去看說 這些人他還擔任哪些公司 公司的總監事的時候 我發現到更多進口區的事情 比如說 中央廣播公司 剛剛也講說 對 其實也是 跟黨營事業 這個專投資 這群人裡面 它是有一些關係的 那 另外我還看到一些人 剛剛好玩的事情 我記得好像叫 新光華 新光華投資 還有什麼 玉台投資 反正 就是我發現他們還有投資亞太電信 那他們投資亞太電信 也不是就這樣投資 他是另外成立一間公司去投資 但是那間公司 又被他們百分之百投資的轉投資 又是被另外一間公司百分之百轉投資 那間公司又被另外一間公司百分之百轉投資 他投資一個亞太電信 他投資一個亞太電信 他到了三圈 而且這三圈 他到了這三圈 完全跟中央投資 沒有任何一個法來投資的關係 對 那 所以說 當我們在講說 追黨產 或者說 黨產歸零的時候 我們可能只有追到中央投資 但是 同一群人 他們很可能 事實上 他們早就已經戀起不詐了 這樣子 對 那所以 我是很認同羅成宗教授 他講說 安城會不會歸零嗎 我也覺得 對啊 但是 我認為說 我們有必要 知道這些事情 我們大家要知道這些事情 就是知道我們現在社會就存在 這樣子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這樣子 那 就是 一直要 就是 都要一直留意 是他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社會 真的有些默默在做一些事 其實 他剛剛講的那個 剛剛 有朋友講得非常好 就是 我們 其實有時候 在辯論的時候 我們常會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 沒什麼不好 大家都有意識形態 只是說我們 是不是可以再深一點點 再有一點基礎一點 然後 可以溝通一點 以前都是 在談論上 這個 這都不知道啦 說這都不好啦 這些話其實都拒絕溝通 所以 我覺得 在 包括我們這一代 有 資格 有義務要去跟 下一代講 我們看到什麼事 上一代有義務 把他們知道跟我們講 同時你們也會有下一代 把這些東西 跟其他人講 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樣 我們才會有的 共同基因 我們也才會有一個歷史 或者 以及我們 正對這個歷史 反省的過程 來 再來 你好 老實 我兩位請教一下 第一個就是 黨產有哪些 是真的可以拿回來的 像 剛剛我有看到 黨產有7個部分 有幾個部分 可能 有幾個部分 像是 他們當你用 第一個行情的價格 來的 但是那已經是 很多年型的東西 第一價格來土地 其實 很多年前 你看到有很多種 這種狀況 或是什麼 已經轉手過很多次的 附屬組織 那這些的話 你要怎樣 把這些錢調回來 他可能 他可能已經轉到 已經不知道是哪個財產手上 或是 乍看之下沒有關係的手上 對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剛剛老師講說 如果說拿回來的話 我們可能要用 限制他們 根本用他們的想去 根本是 剛遮到宣傳 經費的方式 但是 像剛剛看到 像 選舉版的部分 剛剛看到 2012年 民進黨是新 國民黨是私立 然後但是 像廣告經費 那麼多兩個 所以說 可能有些我們看不到地方 然後 那我們該如果去立法縣市 可能 可能是像什麼 某些 或者是 他們該怎麼做 政府就先處理 像 像說 像 那應該是政治信心法 是這樣 是政治信心法 不用講 好 來 再來 那邊 這邊 明緯跟 文理啦 先給文理 文理也先講 對不起 我 非常感謝 羅教授 真的很有心的 讓我們知道 當產是什麼 知道當產是什麼 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我要問羅先生的是說 是不是你 毕竟还是蓝 不是蓝色的蓝 是蓝够的蓝 当你知道它是什么 你为什么还继续要 让这一个 外来的政府组织 去处理 他的这些作为 可能吗 可能吗 他会去自己 处理他的党场吗 我再自我吹嘘一下 2012年3月的时候 我写了 出卖台湾奈何 当时我的用意 其实是在 书编这件事情 希望台湾的年轻人 真的能够成立一个 清算集团 只有靠你年轻人 你自己被剥夺掉的 国民党那些党产 都是他来到台湾 他假借他要反攻大陆才台湾 所获得的所有资产 被美国的压制下 他只好转为私有化 这些是在台湾这块土地出生的人 世世代代的资产 就这样子在他的统治之下 变成私产 我现在建议大家年轻人 你真的要在台湾 获得你自己的资产 毕竟要成立一个清算 你自己请的清算盘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当你看到罗教授 整理出来这些脉络 你先以国民党的法治下的 施法去进行一个假扣押 这些假扣押 提出之后 你这些清算的人 在从中间 如果你不想把他清算 得来的变成私有的 就变成台湾的公有资产 在这次选举里面 OK我再考验一下 这一次的 这一个 柯P的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还有一个底线缩 如果现在台湾年轻人 没有办法超脱这个底线缩的话 这些追党 党产跟你要在台湾获得一个土地 变成你自己安生立命的居所 不要弄强 国亲超突兔 好谢谢 因为他不是先知啦 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人要共同来讨论的 那这个 接下来明文 我想 当就是听到大家在讨论后来就想到了一个事情 一个就是说 以前我听到那个党产归零这个质疑 我就觉得怪怪的 党产归零如果它全部都卖光了 大家放到自己的口袋 这样是不是也太多了 那这样是不是也太多了 所以我就想到说 刚刚那个 罗老师有讲到说 你的目标是不要让党产作用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不要让党产作用 是不是可以考虑的方向是说像 比如说 一个候选人 他的那个广告他可以买多少 那如果超过了 要罚多少钱或什么 类似这种东西 或者说 他的竞选经费超过了 当然现在也有这个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要更细一点 什么样的品项 比如说 你的广告可以买 你的量可以到多少 如果超过 因为那个是很容易算出来的 我不需要知道说你到底 到底花了多少钱 但是我可以知道你买了多少广告 这应该算得出来 所以我说像这种东西应该是可以限制的 我想的是这个方向 那刚刚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刚有人提到说那个 党产有转手很多次 或者说有些产权不清 或者说什么什么 很多种种种种的问题 那我刚才想说 是不是 是不是 现在的这些资料里面都已经有 可 是不是都有那些历史资料 比如说 呃 土地的比较单纯 比如说 这个土地在什么时候 从国家的财产变成党产 这可很清楚 那 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倒算 就是说 这块土地现在 就算你卖掉了 但是我 这块土地 现在的限制大概多少钱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块土地 但是我就是要跟你退 淘这么多钱 我想的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可行 或者说像他 转投资 因为可能 他投资了企业以后 他还会再赚钱 那那些我们都没办法算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 我知道他的母金是多少钱 那我从那个母金 然后再去算 依照他的那个 每年的那个 我们用一个 普通的 比如说某一个利率 或某一个 一个怎么讲 或 呃 报酬率去算说 你多少年前 用了多大的母金 去赚了这个 这个本金去做这个公司 或者去做怎么样 然后 你现在应该是多少钱 那我只要给你要这个钱 我不管你的 产权是怎样 我就说 是不是这是可行的 好 好 谢谢 我们有点办 好 那在回答之前的时候 雨昌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图 他现在秀给我们这个图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图是什么 应该是作者 作者来 作者来 作者你讲一下 这个图是什么 好 这个图是他做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在讲什么 好 这张图就是 我做 那个 以中央投资为核心 然后所延伸出去的一个 投资网络 这样子 那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有三个颜色 红色 黄色跟蓝色 那 红色呢 因为 在我的研究里面 还有讨论到一个 是所谓的 控制权的概念 就是 就是我说 有的公司 它可能 它是跟人家合资 然后去投资某个公司 那 人家 五席的董监事 我只站了一席 这间公司后面 后面又升了两层三层四层五层 难道 我这间公司会知道 最 我很后面的那些子公司吗 我不一定知道 而且 更何况 搞不好第二层的时候 五席董监事 我有在一起 那他后面投资的 那个也不一定是我 可以直接控制得到的 我那时候就以控制权为一个 我在想说 我有办法去量化 所谓的控制权 那 量化控制权 以我所有 现有的资料来讲的话 我是用董监事的席次 来量化控制权的 我说 你如果 我这间公司 或是我同一群人 它占有某间公司的董监事 席次超过五层的话 那 它就是 我的核心 它算是我的核心企业 这样子 然后 如果是在五层以下的话 低于五层的话 那就是非核心企业 所以 这边可以看到说 红色的中央投资跟新光华 这个就是属于核心企业 它上面几个合资 那 红色呢 就是他们跟人家合资的 像 淮宇投资 可以看一下 淮宇投资 这边就有列了一堆董监事 董事长是徐立德 然后 后面 接下来下面就是一堆 跟他一起合资的公司 然后 他有一些法人代表 就跟他一起合资投资的 像 太子汽车 或是来来百货 用风雨 这样子 所以 所以 其实 中国 我去 仔细去看一下 中央投资 他的投资项目 我会发现 他其实 他很多 他投资公司很多 但是很多都是低于五成的 工坚士席次 就是 大部分都是跟人家合资的 但是 其实我之前跟一些前辈代表的时候 他们讲到说 以前早期的时候 他们据说早期 你要开新公司的时候 人家都说 你要最好是找公共党的 钱进来 因为 就是当门神 人家不会这样麻烦 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 这个是不是有点 带有一点历史的因素 存在这样子 然后 但我要知道这件事 然后 然后 蓝色的部分就是 小资伙伴 对 那 后来 但是我说 在初步排出 调同名通信的可能性之后 我可以去看到 同一群人 他还投资了哪些公司 那个像 绿色的部分 就是我先找出来的公司 应该是 如果 找一找 应该会有看到 亚太电信 因为这个图是动态的 动态产生的 所以它每次 产生出来的位置 都会不太一样 我们以为 你那个动态 是有用意的 对 倒是没有用意的 只是让我们 比较不好找而已 为什么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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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半个我一直在修里 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 亚太电信 OK 如果 花鼠可以带到这边一下吗 就亚太电信 它其实有一队 董监士 有包括交通图 还有其他公司 大概就是他们的相关企业 就是大概只占了其中一席 我记得只有一席 这两席 其实 并不是大股东 只是说就是董监士而已 但是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 它到底是怎么投资 亚太电信的 亚太电信的 他在 亚太电信当任董监士 是曾宗正 曾宗正 我们刚才那个关系统 他说曾宗正 其实是打在世界里面的 比较重要的一些 的目之一 然后 就是 这边 它怎么投资亚太电信的呢 它从育成投资 来投资 以育成投资的名义 来投资亚太电信 在这个育成投资 同时又是 光华投资 百分之百转投资 然后光华投资又是 左上角 左上角 又是 新玉台 新玉台投资 百分之百转投资的公司 你看 你看一下光华投资的 这个董监士名单 就是 它里面的董监士 全部都是新玉台投资的法人代表 对 所以 这个我 因为 我不是记者 我没有办法去 去追查说它后面的关系 但我说这个事情 真的很有趣 为什么 投资一些公司 它要 绕了三成 这样子 对 为什么要绕这么多公司 对 我觉得这很有趣 那 我们现在在GDP 在做事情就是 我觉得 像这样子一些类似的 一些搜寻的方式 可以 可以试着说 做成一个查询界面 让大家去查询 因为像之前 顶星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有人想问我说 那你可不可以拿来查看顶星 这样子 可是我说 可是第一天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提供懒人包 把一些事业的相关企业群都搜出来了 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 也没什么好说 但我认为 我今天 对 这只是我的一个gate study 因为 我说我的focus 其实是在彩团 我想去把更多的彩团的关系 给你清清楚 这样子 那这只是 给各位做一个 那希望可以让各位有更多的了解 好 那那个网址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把它 网址把它 po上去 等一下po到折五上面 让大家可以去看 好 然后也可以 我 请用Google Google Google Google台湾公司 找那个党银事业是多少 党银事业是多少 党银事业是多少 因为我是做党银事业 人家都叫我党厂 而且那个啰嗦不是党厂 因为这只是党银事业 对 真的党厂还有土地啊 那些也不能管过 碰不到 好 那我们给他热烈掌声 好 来 集中 来 最后 把它 先做个结语吧 回答问题做个结语 我很快意让大家重新下课 第一个其实 刚才两位先生说 您的 您的答案就是 他的问题 就可以解答他的问题 其实他很简单就是说 本来该还原国家的土地 他被变现了 OK 被变现了 那我们当然是把他的那个 现金拿回来 尤其是 还有第三个山区山取得问题 其实你很难限时再把 那个土地取回来 所以说我们只能够统计算 看看说 假设这个地本来是 你是宁愿取得的 就像地宝 地宝 那一块地是双重不正义 一般人只知道说 它是什么 全会住的 殊不知呢 那一个是 本来是国家的地 莫名其妙 变中管 林圆给中管 中管呢 后来又卖给 红色建设 用了81到100亿 就变成今天的地方 OK吗 林圆取得 100亿卖出 好棒的生意 所以今天如果说 我们要回去追的话 我们就是追那一百亿 八十亿 OK 同样的呢 这附近有用建筑物 叫做那个 现在叫做 双楼巴基金会 对 那个也有故事的啊 那个最早的时候呢 其实是本来是 根本就是 无权占有 就是国民党 占有国家的房子 后来的话呢 当大家讲的时候 怎么可以这样呢 后来付了租金 尾巴人租金 后来呢 在公告低价 现在涨了钱一天 又买 又很便宜的价格 把它买掉 所以产权呢 就从了中华民国 变成了中华民党 然后呢 之后的话呢 又转入去了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要追的话 你不太可能跟张文化追那些钱 你不太可能 再把那种递追了回来 所以说你只能说 国民党那个钱 大概是这样我跟你算 OK 所以 可以吗 这样可不可以回答你问题 OK 你是不是在讲 怎么拿回来的那个东西 对 所以说只能够追现金 从本来的务权变债权 OK 可以吗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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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吗 如果等一下 大家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私一下去包围他 他没有办过 不会让他那么快走 还有还有一个 OK 刚才那个当产先生 其实我用您的 您的结论回答您的问题 打平先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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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其实 没有当产先生 大家只要努力 都是当产先生 一个当产先生 那一定是假的 这个东西 这个题目太大了 没有人可以摸清楚全部的 所以说呢 基本上呢 当一个人 说很敢的当产 什么问题 他都要解答的时候 什么问题 他都要提出神如群的时候 不可能的啦 他只是硬撑的啦 OK吗 更何况 我真的 我做了当产婚礼女優子 一张两年 一块钱都没拿 我是做义工的 OK吗 OK 所以说大家都要是当产先生 这个题目才会动 但我们只有 仰望少数的人去当产婚先生 把我们所有问题 都解决掉的时候 那问题已经解决不了 因为大家没有出力 所以说 觉得 你就是当这一部分的 党产先生嘛 但是我相信有人 专做共产 有人装作股票 有人装作 甚至有一个人 我很希望有一个人 专门研究副联会 有人专门研究 救国团 这样子大家结合起来 就是一个超棒的 党产先生嘛 不要说党产先生 那有性别的问题 我们讲说 党产怪客 你怪客嘛 党产怪客啊 大家戴起一样的面具 以后 大家都是合并者 我觉得这样才好 不要把 不要想把一些社会的问题 丢给某些人去承担 那你要先问一下 那你又做了什么 OK吗 那你出这些力 他出这些力 大家集合起来 就是共同的力 不要说你看他做不好 你看他做不好 这样彼此攻击 那个力量就减消了 OK 谢谢 谢谢 我们乐力掌声 谢谢 其实我今天来推 只是分享 我什么是挖资料 有 我只是分享我们的挖资料 但是 我听到那个 胡大哥讲说 他从他前辈那边 拿到一些资料 然后 和前辈 请他做这个党产 这个屏幕 然后他一路坐下来 那我觉得还蛮难开 就是 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过去 我们处理这些资料 很多时候都是 有一些人 他们收集了一些手稿 收集了一些文件 然后用很实体的方式去转成 那可是 现在 我们的电脑都不发达 所以其实 可以的话 我接下来会跟那个 罗大哥那边 拿他 尽量拿他那边 所有可以公开的资料 然后 如果有文本 然后会想到 把他资料成PPM 然后如果有其他东西 那么就 电子化 然后到最后 把它放到网路上 那我觉得 未来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如果你手臂有什么资料 你觉得不错 可以公开 又可以放到网路上 那 就算国民党 真的受不了 把我们抓走了 那些东西还是在那里 只要你有医院 上网搜寻 就可以去做研究 你就不必 我们就不必 不仰赖一个人两个人 去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人 只要愿意 只要可以动手 我们都可以去找到问题的分源 可以找出我们解决的反乱 所以是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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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相信 就在座里面之后 也会 投入很多 公共事务的参与 然后也是非常 开心可以看到 一波一波 因为我们 虽然我们这里说 我们在聚集孤单的灵魂 可是实际上 我们不是那么孤单 至少 我们的孤单呢 至少还是具有热情 还是有希希作 还可以把我们的那个 力量 散播到外面去 那 非常 谢谢大家今天来这里 就